主队的小组接木战 只是拿到了一场平局 今天这个主场 目标肯定是全取三分了 边路有他的发挥空间 这球该有了吧 没找到爆炒点 被解围了 他突示冷箭 但被防守队员拦了下来 就已经出了边线 接外球 马利 勒瓦瑟 裁判还在观察双方的动作 没谁停 给了有力 直接铲出边线了 接外球 因为刚才的犯规呢 裁判现在把黄牌给他补上了 压迫做得不错啊 把球拿了回来 索菲施米特 球进了 他们先下一场 这个进球来得很早 他们将早早地占据心理上的优势 这样后面的比赛将会更好打呀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而对方的文将 这一次却让出了自己进门柱的位置 让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球门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往双 这球过得太精彩了 世界一流的过人动作 唐佳丽 好球 对手估计还沉浸在进球的喜悦中呢 他们很快就把比分扳平了 他自信满满 带着脚下的球如入无人之境 这天赋真是让人羡慕呢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他现在的眼里只有球门 辛克莱尔拿到了球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克莱尔拿到了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有机会取得领先 门将脱手了 球还在场上 今天门将的表现是有如神助 刚才这个扑就别对能让进攻队员感到绝望 门将反应很快 让进攻的队员也无机会可循 这球传得漂亮 球还是被防守队员挡住了 球权丢了 唐佳丽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可惜了 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方的球门球 张鑫 王珊珊 边路前面还有空间 可以继续走边路 绝佳的机会 后卫把球清理出了危险区域 双方现在暂时打成平手 这个角球是个不错的机会 能打进这球取得领先吗 成功的解围了 这次船中到了禁区 前场抢断很成功 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这个球啊 防守队员大意了 这个拼抢动作有点大啊 但是主打扮根据比赛进攻有利原则 没有吹挺 索菲施密特 克里斯蒂娜新克莱尔 到前场了 能创造出机会打门吗 本以为这次进攻很有威胁 没想到被对手抢回了球权 这球非常诡异地直接传到了对方脚下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反击来制造威胁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发动了一次快速反击 除了最后的打门 其余部分都很精彩 看得出来在场下是 延连配合过的 不过打门方面是不是也应该练习一下呢 是啊 张欣 王珊珊 关键时刻防线上的队员还是站了出来 射门 好的追求用了 我们可以再次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看看他的触球发力干脆利落 门将毫无机会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索菲施密特 扎尼贝吉 这个传球没处理好 王珊珊 这个球会有机会吗 这是一个单刀球 球又进了 他们以训练的第二道零指示 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 转眼领先两个球了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夹到好处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布什只有一分钟 阿德莱纳来啊 追分的机会啊 门将没有给对手机会 声音响起 上场比赛结束了 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组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王霜 到分的机会 在这样的距离上 他们也无法打破对方门间的失智观 这绝对是让人绝望的防守啊 他今天站在门前 就像是一堵墙里在那儿 你看到他就会有一种 根本没有进球可能的感觉 球传向了进区中央 球还在危险区 唐嘉丽 帽子戏法完成了三分之二 但是这最后三分之一啊 他就是完不成啊 机会都出来了 把握不住 那也没办法呀 哎 抢出来的机会 阿德莱娜来啊 杀到对方腹地啊 很好的一脚穿越球 一次成功的扑救 这次选择慢慢来 尼切尔普林斯 好机会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 这次想打个战术 辛克莱尔拿到了球 这球能让他们重回比赛啊 打得很顽强 现在双方只差一个球 比赛结果真的很难说 如此近距离的得分机会 他肯定不会浪费掉 防守队员只能目送他进球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三半哨响中断了比赛 前场抢断了 能利用这次机会吗 王珊珊 破门良机 漂亮的抢断 他在最后关头把球夺了回来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这球最后是被对方得到了 这对门将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啊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应该能找到队友 接下来球看王霜的了 漂亮 现在他们两球领先了 场上局势对他们非常有利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目前的比分是四比二 站进被击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张鑫 这球对门将来说难度不大 非常及时地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进攻到了前场 球抢回来了 看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动作 这小射门没打好 偏对点多 与其说是射门 不如说是帮对手解围啊 是的 射门 华尼贝吉 尼切尔普林斯 尼切尔普林斯 下半场过去了25分钟 比赛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 他这球能进吗 又来一个三球领先 精彩 进球的回放来了 防守方最大的错误 就是让他在这样的距离 拿到打门的机会 双方悬术的实力 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弗莱明 林斯拿球 他脚下技术非常先熟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对方上枪很激烈 他没能控住球 漂亮的只贼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哎呀 这球真是打不进比打进都难 今天这个状态真是令人堪忧啊 这个距离非常近 对他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只能猜想今天身体状态可能还没调整好 一定是的 阶线被机会 球又回到了施米特这边 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抢到了球权 反击机会来了 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 直接射门 机中衡量了 他还没出界 危机成功化解了 对手在边路 给他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财阀吹停了比赛 应该是有犯规吧 财阀哨响了 但是没有选择掏牌 不过接下来啊 他得小心了 是啊 要是换做其他裁判 他可能 好球 能降太神了吧 对方这次攻门没进 教练在场下准备换人了 射门路线上 还有个方式队员 这个动作有点大 好球 这就令空不维持得非常准确 完成得非常漂亮 来看一下进球回放 首先是这个 急剧威胁的边路传众 创造出了机会 射门的这一下 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是吧 双方都有多球入胜 好机会 好机会 尼奇尔普林斯 詹尼贝吉 新克莱尼尔拿到了球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反击 脚下球丢了 这次反击 这次反击夹然而止 裁判给的伤听补实 不得不少 正好三分钟 克雷斯蒂娜新克莱尔 场上球权再次一主 直接传到防线背后 好机会 球被解围了出来 他直接起脚打门了 不过